这位美女是谁呀 我不认识 我介绍一下 不认识 咱们闪闹老响 闪闹老响 路德报的 你从吴城那拿的钱 每一分钱 每一张手据 你的每一个签字 可全在吴城那 已经全部提供给爆料革命了 和台湖BI相关部门了 黄老边 这吓人了 我第一天站出来跟你谈的时候 我告诉过你 对不对 你以为加拿大情报部门 没有你的证据吗 你以为我们爆料革命 所有这些人 没有你的证据吗 你拿的每一分钱 都是有记录的 黄老边 你跑不了了 你赶快自己公布出来就完了 为啥 你都不争 吴城已经把你们全交代出来了 你还有傅希秋 傅希秋拿的每一分钱 傅希秋在美国干的 每一件坏事 全部都被吴城报出来 我们不会冤枉一个好人 也不会放过一个坏人 你是被围奸了已经 但他最好的一个选择 是站出来做污点证人 像吴征一样 你如果抵抗到底的时候 没有意义的 为什么 因为证据 吴征已经全部交出来了 黄河边 往哪边 吴征交代 因为上次吴征已经把你们全卖了 对啊 他吴征已经把你们全卖了 你现在做污点证人 可能都很难做污点证人 你现在唯一能做污点证人的一个理由 就是你还有下线 对吧 你发展的下线 你给他供出来也好 或者救他们也好 就是这样 把你在加拿大这几年发展的 你的下线 这个网络 你就给交代出来 这是你唯一的处物 你几抗到底都没有用了 你上线都早都投诚了 路德说他们黄河边什么 傅希秋 他们全在三块硬盘里 而且他们拿领钱的 领经费的收条 发票 报销的收据 签字 全有 每一分钱都有 每一分钱都有 一分钱都逃不掉的 全部在哪 警察来了 前天晚上那也是真警察 那绝对也是真警察 也是黄家棋警 也就剩十几天了 你看啥 黄河边抓走了 我们就撤了 我们也再都不来了 所以他们也知道 跟他们讲的 警察在后边 今天好像来了 黄九警察在转圈 对啊 因为上边说了 这意思还是 咱们主持人 在这一块 不能过 刚才那早路 就是他早上没说